这个老板是老窝人 然后他在这边卖芒果糯米饭 我买了一个 他告诉我说老窝人多少 老窝人现在可能说 说中国窝人45%了 这个绿色的呀是一种食物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他们在卖这个 这个小儿子买了一斤的板栗 30多人民币 这是我点的蔬菜烧烤 我以为一共不到10块钱 儿子跟我一起吃 来吃个豆皮 烤豆皮 第一次吃 吃醉的还这样吃了 白菜 香包菇是吗 给我留一个 金针菇吗 给我留一两 烤鲜菜吗 你吃这下面还有 还有 还有 烤鲜菜 芝芝吗 今天吃了好多东西是吗 下一个吃什么 辣椒 好吧那吃点辣椒 烤辣椒 现在挑战吃烤辣椒 烤辣吗 不辣很好吃 吃了夜市很热闹 有一点点辣 你吃木耳椒 好吧 吃过 有一点干 在新疆吃过蔬菜烧烤 然后在老挝碰到了 就尝一下 烤茄子 味道有一点浓 味道有一点浓 豆皮 今天喝了好多果汁 现在吃了好多果汁 还喝了两个椰子 今天晚上吃了好饱 真的我发现我特别爱吃烤白菜 儿子 这个披萨店你来过是吗 现在给你来个披萨要吗 不 榴莲 不 冰淇淋 不 为啥呢 我现在连空气都不想吃 为啥 占地方 太饱了是吗 今天吃了多少东西 哎呀我天 我今天吃了